请耐地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台湾趣闻联播 今天的新闻啊 它是辈根辈浓辈好看啊 咱们来看第一条新闻 贝克汉姆小碑 嘿帅啊这孩子 但是最近啊有点不干人事了 之前啊 英国媒体就爆出他跟他媳妇 好家伙 大漂亮 维多利亚 这俩人啊 这么有钱 还惦记着政府那点救激进 想发给自己的员工 多尼玛不要脸 这回好小辈的脸可算丢大 这个小辈啊 特地在推特上 发了一条跨奖台湾的消息 他向台湾网友说 哎呀台湾人啊 都是我的亲人啊 还请教台湾人 我在家防疫怎么做才是好的呀 当天好台湾网友们 可没了 倍儿高兴 BT炮都冒出来了 媒体一四五零王军 817又是一通台湾南博万 这一通退啊 结果一位记者在推特上就解露说 贝克汉姆的这条跨奖台湾的帖子 你在台湾以外的地区你根本就看不见 这是一条限定位置的特供推特 据说营销公司花了上百万美元 营销费用啊 事情败露之后台湾网民的是暴头通酷 酷爹喊娘 玻璃信哪是碎了一地 钱啊也打了随票 哎呀你说说这一百万美元啊 你给台湾老百姓买点大主轴子 他斥斥他不想 第二条新闻 高雄市长汉国瑜 最近啊可憋屈 田田被各种绿营组织的罢免运动啊 各种骂 而且绿营啊甚至动用了儿童 出来喊口号骂汉国瑜是大曹报 罢免汉国瑜的团体啊是信信满满 6月6日就要让汉国瑜下台 而且还说汉国瑜就是个小闹闹 韩国瑜市长不要再当小闹闹了 哎呦他小闹闹这名字还挺肉头挺暧昧的 韩国瑜啊这边就虎欲防疫当线 建议绿营先放下政治斗争 其实啊韩国瑜啊在高雄干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人啊他就一点战略意识都没有 当时刚刚当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啊 马上就去竞选政府的总统去了 你说你让高雄人怎么想 好家伙你个兔子 那我们高雄老百姓这是你妈当撒呗呗的 踩着我们就想当总统 结果韩国瑜大败 按着民进党的臭不要脸的臭狗屎风格呀 肯定会打击报复韩国瑜的 现在你说这就来了从这就可以看出来啊 台湾现在是严重的政治化 民进党啊是只要你不是我的人 我你妈就弄死你 哎你说这韩国瑜他别去不别去 第三条新闻 美国PU中信研究出来一个民调显示 台湾人对于美国的好感啊 他比例高达68% 哎呦台湾借你妈是简定的要当二郎神的宠物啊 下一条新闻 台湾中原大学的这个教授在直播课上就说 中国人你吃的毒奶粉吃的多 吃长郎吃蝙蝠吃耗子 武汉只死了1万多人 还特地说了句 我说的就是你们 大陆学生直接就给校长写信投诉去了 结果这个撒笔还在课堂上说 下面台湾学生都笑成一片 看见了吗 台湾的搞笑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搞笑啊 我看现在就变成了搞笑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停止学生去台湾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孩子变成跟你们台湾一样 二撒子一样 现在台湾大学那是差极了 他们省员啊严重不足 资金不足都快干不下去了 你说出了痛快痛快嘴 恶心恶心我们还有什么作用啊 要不台湾人这么偏执框 啥子似的 哎呦台湾这警罢 这个名称全世界都叫响了 还不是自己的教育出了问题 叫出一帮智障二啥子 台湾给老百姓们发属困激进 本来是为了补贴小老百姓跟贫困人口的 结果啊 好家伙 开着搭奔 开着桑塔纳 好 开着奔丧 就过来领钱来了 一下来啊 好 那都背着L位 好 捋抱 酷钱 就过来领钱了 这不是明目涨难的搞腐败吗 哎呦 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台湾没有腐败 蔡英文专记辣走私宴这事最后有下文吗 没有啊 陈菊他私吞45亿善款 有下文吗 也没有啊 以前啊 蒋敬国时代啊 台湾还挺清廉的 结果民主化之后啊 越来越腐败 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 下一条新闻 香港知名演员 著名香港英国窜 黄秋盛 他说自己正在办理移民 这货要移民哪呢 他要加入台湾 台湾的文化部表示大力支持 而且他已经拿到了台湾的工作签证了 网友同时表现 希望杜文泽 何云氏也移民到台湾来 哎呦 我天 可你骂乐死我了 台湾已经成垃圾桶了 废物回首站 之前台湾被爆出 受了不少的香港长廊 而且还有干饭馆的 前两天就出一大事 一个香港长廊 他姓亲女生被抓了 而且在家里还搜出武器了 这帮垃圾臭狗石 本来就是人间极品搭垃圾 谁都不愿意要的玩意儿 就台湾啥了巴基 接受这些货们 你们事先上次太阳化 弯的还不够大吗 这帮傻臂们 对中国大陆 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 他们根本就进都进不来 现在他们在台湾要闹 回头把台湾也给烧了 也给砸了 蔡英文会觉得倍儿美 倍儿高兴 砸得好 砸得妙 砸得小影 搞潮连连 我对此表示强烈的支持 最后一条新闻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两天在京塘港 要进行实弹演习 为期两个半月 这条新闻很短 但是新闻越短 事儿越大 哇 好家伙把地图给拿出来了 拿回来之后 我一凉了 大伙看看 这凉的结果 好家伙的 咱也不骂都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台湾去温联播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你 点赞订阅转发 收藏 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 拜拜